各位好,我是彭慧珊 整體港股今天的走勢不算特別好 雖然升了34點 為何還不行呢? 原因是近來指數一直升上來 穿了250天線,去到保利加通道頂部 落到保利加通道頂部的下面之後 一直沒有什麼大的方向 總是指數還可以升 今天指數還有100多點 升到7月份的高位 但始終這100多點的走勢 一直都沒有辦法突破 以及整個成交是1500億 不算特別多 資金仍然是流入 但不能夠幫到市場 升破主要的阻力位 26782點 始終是一個相對的遺憾 因為始終到了11月尾 剩下一個多月的時間 投資者就要收勾 很可能會看到市場 在現在的水平 會慢慢試上去 可能到26782點 就會收勾 整體官乎現在這個時間 整個的投資氣氛 不是太好底下 但也看到個別股份 例如科技類股份 甚至最近在炒的內需股 都是做得比較好 投資者在短期內可以做的 仍然是跟回資金買盤 去哪一個方向 短期來說 還是看回一些 內地政策面 比較主導的內需股份 例如電動汽車 甚至短期內飲食相關的股份 都可以繼續留意 投資者記住 在這個時間來說 不要太過進取 剩下一個月的時間 基本上應該要保守一點點